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 今节就是世界时事多许一的时候 第一则新闻就来自乌克兰 这个新闻由美国媒体披露 他们披露什么呢 原来他们就派了记者 去一个乌克兰阵亡老上教的葬礼 葬礼当中就有一个细节 令到他们知道乌克兰是伤亡惨重的 乌军亦有很多人离世 这细节原来就是记者在参加这个葬礼的时候 乌克兰军人公务的工作人员 亦都在旁边很认真地挖另外一个冒阅 由于前线的官兵真是震亡得太快了 所以这个冒阅不会空很久 这个是当地的工人说的 究竟是什么上教呢 原来就是 马哈切克上教 他就在上个月30日5月30日 在乌冬地区劳金斯克就阵亡了 也留下了老婆还有两个女儿 他就是葬礼首都基乎以西九十英里 做防御公事等等的任务 结果 俄罗斯军队就用炮轰 马哈切克和同伴 避入了不同的防空洞 但是最后他身处的防空洞 直接被俄罗斯军队重重的轰 扎列斯基先前也说 乌克兰每天最少就损失 60到100名士兵 美联社就说 可能是不止这个数 也是越战 即1968年以来 被美军每天损失 不到50名士兵 是更加恐怖 因为当时已经是 最可怕的 对于美军来说 每天是50名士兵 当时来说是很厉害的 所以退役的美军 陆军中将 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 Hochis也说 乌军的 军官和士兵损失惨重 你看 他们一边举行撞离 一边就有人 是继续这样去挖坟墓 即是证明了 他们 是 预期到一样的 即是知道 更加多的 阵亡的军官或者士兵会送到这里 他也说 乌克兰士兵在前线 四处奔走 很容易将自己暴露在 俄军的这些重型装备之下 另外 在2014-2019年担任 乌克兰参谋总长的退役上将 穆任夫 他就说 目前虽然是俄乌战争最关键时刻 但是 伤亡状况会进一步恶化 乌克兰需要有 可以 和俄军匹敌 还有甚至超过俄军的 强大装备才能抵抗 不然 就很难降低人命损失 事实上 一向来说也很难 战争是没有赢加的 大家都知道 战争 对于什么人来说 都是输 除非你是买装备的人 买军备的人 赚到笑 另外有单新闻也挺个人的 当然 现在 俄军不断攻 乌克兰 原来 2006年的时候 前俄罗斯联邦上教 利特维联科 就在 倫敦的酒店 原来就是租人 人家 是落了夜 搞到他 离开了这个世界 后来 才知道 动手的人之一 就是前 苏联的特务 科夫通 他亦被西方认为是普京 指使他去做的 这位哥哥 昨天就因为新冠而走了 所以乌克兰的报纸就宽天起地 就觉得 他抵 这宗案当时 是 2006年的时候 真是很厉害 全世界都暴 亦都间接影响了 英俄双方的关系 被人家落夜搞到 离开人世的 利特维联科 其实曾经是 KGB 的情报间谍 因为 是 揭露部门和克里姆林工的 内斗和一些丑闻 惹你麻烦 最后被开除 亦都是出名的反普京人士 2000年的时候 他就是 走难去英国 6年之后 他就获得英国公民的身份 之后 他下塔伦敦一间酒店 和两名俄罗斯派去的 间谍 是探下午茶 之后 身体就极度不惜送丸治疗 不到一个月 就离开了人世 英国法院 就发现了 他的尿液当中有 浓度极高的放射性元素 不二一零 推测 喝下午茶 被人下饭 英国媒体更加说 直接下命令的 就是普京大帝 当然 这位 被认为是 动手的人士 现在就 走了 走了 他亦是 俄罗斯 国会议员 即他们国会的道马 努哥玉伊 的一个好朋友 他就说 真是一个人生的大选失失去了 这位朋友 当然 观点角度不同 其实在乌克兰来说 没有了一个坏人 当然对于 俄罗斯这些 国会议员来说 就没有了一个好人 这个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原来 朝鲜军方 昨天上午宣布 我们已经是 射了八下 八下什么呢 原来八枚短程 弹道导弹 就是从首都平壤附近 信安一带向日本海发射的 这个月 2到4号 美国和南韩举行 有 记住这次是有 美国核动力潜艇的 还有是航母也有 就参加了 联合军演 这次军演可能就引发了 金仔又再次乱射 还射了八下 日本 防卫大臣 岸信夫 昨天就开了记者会 就说 朝鲜当日发射的弹道导弹 全部是落入了日本的 专属经济区 之外 之外 手上岸田文雄 在福岛 就对记者说 日本方面已经向朝鲜提出强烈的抗议 更加说朝鲜一系列的行为 是威胁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及稳定 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 岸田文雄也说 发射这些弹道导弹 是违反了国际法 日本是 强烈谴责 日本将会和美国还有南韩 这些 密切合作的 收集信息还有全力监控 你监控到他吗 另外 昨天上午 日本 外务省 亚太局局长 船越建宇 就与美国对朝 政策特别代表 金城 还有南韩朝鲜半岛和平 交涉本部长 金建 举行电话会议 强烈谴责朝鲜 最近在不同地方 亂射 并且一致认为朝鲜发射 弹道导弹 和开发这个核 当然核武了 是对国际社会明确和严重的挑战 但是 你有耐他不和 他现在又有疫情 不是那么容易搞 当然 日本 美国南韩三方一致 就是 要谴责朝鲜 刚才说到 朝鲜的疫情 朝鲜疫情当然在恶化 其实联合国卫生机构已经多次提出为朝鲜提供 技术和医疗援助 不过 都是受到拒绝的 世卫组织亦都说过 朝鲜疫情这样恶化下去 就会到失控状态 虽然 白头山血脈 这位金正恩就说没事 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了 你们不要乱叉地说 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紧急 项目执行主任 Ryan 他就说 朝鲜应该提供更加多的疫情爆发信息 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评估 他亦都说 朝鲜的形势当然是恶化紧不是好转 在 没办法获得 必要数据的情况下 向世界 提供朝鲜的疫情分析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他亦都说 对朝鲜民众 的健康感到十分担忧 因为 朝鲜民众基本上是没有接种的 亦都没有准备好 这个个案的激增 他亦都说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多次说可以提供任何的帮助给朝鲜 包括疫苗 但是平壤 都说No 不肯 而且 他们 亦都说 我们搞定了 我们疫情放缓 朝鲜 在上星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 其实官员就说 我们疫情的防控政策很快就会放松 因为我们已经搞定了疫情 之前 朝鲜在五月初就承认大规模的 是爆发疫情的 不过他们是说是叫发烧症状 星期五时候他们就说有96,610人有发烧症状 这个有2500万人口的国家其实已经证实 大概有370万人 是 中了 当然他们发烧症状 即是都是中了 就说只有数十人离世 但是你信不信呢?信不信由你 来自首尔西江大学的教授就说 考虑到朝鲜仍然是没有开展疫苗接种 所以很难 相信朝鲜的 这些官方 的宣称 他的领导人 借指禁制 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们不会接受美国和南韩的帮助 因为他们就说目前的困局都是美国的错 他们不接受疫苗 亦不接受其他物资捐献 另外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 亦表示 朝鲜当局现在加强 抗击疫情的行动 实施一些封锁和沿海的封闭 并且 增加 医疗供应 还有消毒工作 而且疫情 已经得到控制 很快就会放松 放松这个防疫 亏限 这么大胆 对不起 我都不想笑 但是 这样的谈话都说得出 好 预计官员 其实 他们 为什么 要说到没有疫情呢 因为不可以是危及到金仔的 叫做权威的 还有 你们想 朝鲜半岛无核化 可以 但是 有些制裁要先解开 还有 朝鲜就看到 南韩和美国是军演 那我肯定会射出了 日本的紧张 金仔射了八下 在他的 专属经济区之外 很近 这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则新闻就来自 一个就快选总统 第二轮的地方 就是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的总统 接受美国博士电视台 访问的时候 就说 中国在 战略基础设施 招标当中 是领先于美国 亦呼吁确保 五珠网络安全 访问当中 哥伦比亚总统 杜克明确表示 美国在哥伦比亚的 战略基础设施投资 已经落后于中国 他更加强调 他不认为 中国在哥伦比亚进行的 战略贸易和 基建投资 是威胁 他觉得完全是没问题 这篇访问 刚刚是哥伦比亚 和美国建交200周年 但是主持人 就有意提及中国 就问 这位总统杜克 中国在拉丁里州的影响力 是否令你很担心 杜克就说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他不觉得中国是任何威胁 他也说 哥伦比亚和中国有商业关系 也有贸易关系 就好像美国和中国有贸易关系一样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公司来哥伦比亚 是参与基建投标 他们赢了一些也输了一些 这个正常 又赢又输了基建的 很多人就问我 究竟 他们 中国人在 我们 这里搞基建 没有问题 他说没有问题 不是一种威胁 杜克同时也鼓励 美国都可以来 参加投标 他就说 呼吁其他国家都可以 进行投标 但是他看到 不是很多美国公司参与 这些就是玩两手 用中国之后 刺激些美国公司去投资 他就认为 他们如果肯参与 都是哥伦比亚 甚至全拉丁美洲的福气 因为投标是透明公开的 很高兴 亦都很期待美国公司会更多投标投资 他亦都说 中国的基建不是负面 是一个 透明的过程当中 没问题 接下来他就说五株 他就说 哥伦比亚人都清楚 哥伦比亚需要扩大五株的网络建设 因为这个很明显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器 但是哥伦比亚必须找到 确保数据保护的公司 确保所有操作 收集数据的时候 不会用于负面或者非法的手段 他亦都认为 不单止哥伦比亚是注意安全 全世界都注意安全 很明显 想 和其他国家合作 一定要确保他们哥伦比亚 有最高和最好的安全标准 如果不是的话 就没办法参加他们的 合作项目 我们看到 中国是哥伦比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哥伦比亚 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第六大的贸易伙伴 2020年双边的贸易额是136.2亿美金 美国主要出口 中国主要出口就是 电机 其实电机在很多地方都是用中国货 哥伦比亚 亦都是进口中国的 智能手机 还有钢铁 电脑 有机化学物 还有 汽车的零部件 哥伦比亚 出口就有石油 还有肺酮 还有皮革 中国和哥伦比亚经济合作 亦涉及石油的 亨探开发其实哥伦比亚也有很多石油 还有电讯领名 我们看到我们之前亦都说过一节 哥伦比亚左翼的 这个联盟 就是佩德罗 很多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 所以很害怕他 但是他在 今次的第一轮 因为他分两轮的 第一轮选当中是 领先的 因为我不敢说胜出 最后未到 第二轮就在19号举行 他赢的机会颇高 所以 所以美国已经很担心自己后发院会被人搞 因为哥伦比亚如果有个这么左的人 做总统 他们很难搞 因为很担心 似委内瑞乃那样 但是我觉得这位哥伦应该 比较温和一点 没这个 马杜罗那么 激进的 我相信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